中国高铁到底有多牛 3月3日下午 两会历史上首个委员通道上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首席工程师赵宏卫给出了答案 他称 目前中国正在研制智能高铁动车组 运行时速为350公里 整个行驶过程可实现智能控制 全程只需一键即可完成 这项研究将应用在金章铁路上 服务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 动车组还会朝着智能和绿色的方向发展 我们会按照铁路总公司 关于打造智能金章精品工程的要求 同时兼顾2022年冬奥会的要求 研制金章智能高铁动车组 我们会在更加节能 更加环保的新技术和新材料方面继续应用 另外我们还会在这个动车组上 实现自动驾驶功能 也就是说 从列车启动加速到减速停车 司机只要按一个按钮 就都可以完成了 谢谢 谢谢 谢谢